第九十七章 敲诈 吓 化解 叶涵冷笑一声 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杀你 而且还差一点得逞了 最后又跑来说那是一个误会 想要化解和你做朋友 你觉得你会答应吗 文言 那四人的脸色一变 独狼拥兵团带来的压力 压得他们踹不过起来 如果今天不能和解 说不定还没有等他们离开腾冲 就已经把命交代在这里了 那不知叶涵要怎样才肯化解这场纠纷 叶涵淡淡一笑 手指在桌子上慢慢地敲打着 说道 那就要看各位有没有诚意了 上次那一场危机让本人损失了不少 各位是不是应该拿点精神损失费出来 呵呵 叶涵说的是应该的 应该的 听到有化解的可能 他们四人的脸色均是一喜 只见其中一人掏出支票本 刷刷地写下了一千万 递给叶涵说道 叶涵 对于上次那件事情 给你造成的困扰 我们深表歉意 希望从今往后我们可以做朋友 见到递过来的一千万支票 叶涵没有去接 昆桑在旁冷笑一声 一千万 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啊 你认为我兄弟的性命就只值一千万吗 昆桑大哥 我看咱们是来错了 走吧 对了 老刘 通知独狼拥兵团那边 让他们动作快一点 今天晚上之前我要见到结果 说着 叶涵站起来 刘志明很配合地掏出了电话 准备联系独狼拥兵团 见到这里 叶涵对面的四人吓了一跳 纷纷站起来惶恐地说道 叶涵 请等等 我们四人愿意一人拿出五千万 希望叶涵高抬贵手 五千万 叶涵淡淡一笑 说道 几位认为你们的性命值多少钱 闻言 那四人的心里面都是一尘 叶涵这是在趁机敲诈他们 这件事情想要和解他们不出点血 只怕是不可能了 所以 他们四人齐齐地看向叶涵 那不知叶涵认为多少才合适 我这人啦 其实不贪 只要这个数 说着 叶涵重新坐了下来 笔划了一根手指 见此 那四人的脸色顿时就绿了 叶涵笔划的一根手指 他们当然知道那代表着什么 那可不是一千万 而是一人一个亿啊 这还叫不贪 简直就是闻着血腥味就不放的吸血鬼呀 怎么样 四位 你们考虑的如何啦 我们可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耗下去 行不行给句痛快话 不过我先提醒你们 独狼拥兵团办事的效率 你们应该很清楚 想要见到明天的太阳 最好懂得取舍 昆桑适时地说了一声 一听这话 那四人艰难地点点头 好 我们给 呵呵 这就对了 不过弄到今天这部田地 完全是各位太贪心了 不是你们的东西 千万别想着去拥有 免得到最后就由自取 叶涵说完 示意刘志明给德钦巴赫打一个电话 让他放弃暗杀名单上面 剩下几个人 拿着四亿支票 叶涵三人走出了茶社 只留下那四个珠宝商人 在里面摔杯子泄恨 四个亿 他们没想到 叶涵会这么贪 如果有选择的权利 他们情愿拿出四个亿出来 请厉害的杀手去干掉叶涵 但是他们没机会了 如果不拿出四个亿 他们只怕不能活着 见到明天的太阳 云小姐 今天那个人 你已经见过了 有把握吗 此时此刻 在郭云霄居住的酒店里面 他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冷艳女子问道 要杀他 不难 云确冷静地说道 不过他身边还有高手 这个云小姐你放心 虽然我不知道 他在哪里找来了一群高手 不过这些人莫老会去解决 你只要杀了他就行 绝对不能让他活到明天 如果他在四大家族手上 得到矿脉地图 对于我们掌控那条矿脉 会是一个不小的阻力 郭云霄站了起来 望着已经逐渐黑下来的夜空 他的眼中闪烁着冷冽的杀机 郭少 我们为何不让他得到地图后 再杀了他 然后抢走地图 王小刀看着郭云霄不解地问道 温言 郭云霄冷笑一声道 凭我们和严家的合作关系 我想要得到那份地图 自然不是难事 但千万不能让他看到地图的全貌 多一个人知道空脉的位置 对我们来说就多一分危险 所以他绝对不能活到明天 莫老给我联系严家 让他们把地图准备好给我 叫莫老的老者点点头 道 不过严家要的价格不低 先答应他们 以后我会让他们 把吃进去的全部给我吐出来 郭少 那宁家了 我们能从严家的手上得到地图 宁家也一定可以 从阮家的手上得到地图 我们是不是也把宁家那家伙给干掉 王小刀看着郭云霄问道 郭云霄不屑一笑 道 那个蠢货对我来说没什么威胁 如果他得到了地图 就让他先给我们探探路 我可听说四大家族为了那条矿脉 损失了不少力量 我现在担心的是 那个叶寒 此人有勇有谋 必须先解决掉他 好 我们现在就去办 说吧 云霄和莫老离开了酒店 得到这四亿的支票 对叶寒来说 完全是一笔意外的横财 不过有发财的机会 叶寒当然要狠狠地敲诈一笔 谁让他们曾经派人来杀过自己了 敲诈他们 叶寒敲诈的心安理得 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回去的路上 叶寒还是把这四个亿的支票 给了昆桑 让他存于自己的银行户头 晚上的时候 叶寒给成军打了一个电话 他没有返回工厂那边 明天要去阮家 所以叶寒就在一个酒店 开了间房住了下来 洗了个澡后 叶寒给山海市那边 打了几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 是给姐姐叶青打的 然后又相继和周远 缠绵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周 最后 叶寒给唐大少和林伯墨 一人去了一个电话 唐大少在电话里 抱怨了叶寒大半个时辰 叶寒最后懒得听他啰嗦 直接挂了电话 请不吝点赞订阅